原标题 历史上乾隆季后挥发那拉氏断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乾隆三十年正月 那拉皇后陪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 这次南巡成了那拉皇后命运的转折点 南巡初期 一切都很正常 在途中 皇帝还为他庆祝四十八岁迁修 那二月十八日 他们来到杭州 在风景秀丽的礁石铭琴尽早膳食 皇帝还赏赐给皇后许多膳品 但到了当天晚上尽晚膳食 皇后就没有再露面 陪着皇帝尽晚膳的只有令贵妃魏佳氏 幸非乐氏 荣贫和卓氏 此后皇后再也没有露过面 后来才知道 在日二月十八日那天 乾隆派和朔和家公主俄傅扶龙安 把皇后游水路送回京师 南巡结束 回到京师不久 乾隆集下令收回皇后手中的四份策宝 集皇后一份 皇位妃一份 贤贵妃一份 贤妃一份 才捡了她手下的部分佣人 到了七月份 娜娜皇后手下只剩两名宫女 按轻宫制度 只有位分最低微的 答应才配备两名宫女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娜娜皇后封氏 皇后死了 乾隆却说是她福宝所致 并且不肯为她举行皇后等级的葬礼 乾隆为什么这么生气 这正如延喜攻略所述 皇后自行简发 这在清朝是大不景 大不孝 那么 在历史上挥发那拉市 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韦而自行简发呢 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位江南烈焰说 乾隆是中国史上著名的风流天子 他模仿他的祖父康熙帝不断难寻 墨帝却只是贪恋江南美景 又可趁机寻花稳流 据说他南巡时就曾在青江浦 得到一个昭龙的女陵 带在身边 后来又特命用电车紧险送回扬州 还次给他玉如意 粉鹿 金瓶 绿玉丹 士英 玉碑 朱串等 还有一个女龙名叫雪罗 也是美貌多姿 乾隆南巡时又看上他 加入行过 扩受眷过 事后 雪罗特地在上一尖头绣上一条小团龙 并且对人说 乾隆皇帝曾经用手抚摸过他的肩膀 因此特绣小龙 以致宠义 那那皇后随乾隆南巡来到杭州后 乾隆曾深夜换上便服登岸游丸 皇后再三劝谏 甚至哭着劝谏 乾隆不紧不听 反而说皇后精神不正常 派人将他送回京时 二位宠妾灭妻说 当时乾隆皇帝与皇太后甄嬛 是想见封令贵妃为皇贵妃 遭到皇后的强烈反对 为此而断发 清朝后宫虽然有皇贵妃一级 但通常并不策封皇贵妃 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策立皇贵妃 一是在策立皇后之前 先策立皇贵妃过度 二是封先帝的嫔妃 三是在贵妃并威时冲喜 四是身后追风 可见 在后宫中有皇后的情况下 皇帝通常不会策立皇贵妃 以免对皇后造成威胁 挥发纳拉氏以此断发也极有可能 不管是什么原因断发 都违反那新朝的组织 被视为大不孝 因此乾隆帝才会如此狠心地对待可怜的贤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